好,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第五集 今天要教的是關於效果還有轉場的使用 以及一些常用的快捷鍵 那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吧 那首先我先教幾個在我之前還是當騙師的時候常常會用的效果 那我就從效果這一區來一個一個找出來 那我們先用command加上5這個快捷鍵 它就可以開啟效果面板 然後平時你如果沒有需要用到這些功能的時候呢 你只是單純的做簡簡貼貼啊 你就可以先把這個面板關掉 好,那我把它打開 好,那首先呢我就從這裡一一的一個一個一個找 好,那首先呢先到這個blur,這個blur就是模糊 然後它這邊有方向模糊,然後有聚焦 好,就是某一個地方是清楚的 然後周圍會是變模糊這樣 然後這個最常用的就是高絲模糊 然後這個present就是可以讓你的畫面變得有點像色散 嗯,radio,這一個就是環狀的模糊 就是可以讓你的背景模糊是呈現一個類似磚土機的那個感覺 然後sharpen就是銳利 然後zoom就是很簡單就是尊敬尊道 好,那我這邊就示範最常用的可能就是高絲模糊好了 簡單就可以從這邊去調整它的數值 然後或者是你也可以新增遮罩 就是你希望只有頭部是模糊的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然後按一下這個 然後這裡一個add shape mask 這邊你就直接加上RI,然後就有了 欸,如果說你是做電視新聞採訪啊什麼的 這個功能就蠻實用的 就是你可以去對一些路人做馬賽克的處理 然後也可以去做一些關鍵真的變化 好,就是因為你畫面會動嘛 你的攝影機即使是停止的 人的頭也有可能會動 那你就還是要跟著他的頭部去做追蹤 那這邊就是先打上一個關鍵針 我這邊簡單處理一下 好,然後再這邊移到這邊,然後很縮小一點 轉一下,然後到下一個 他這個都會自動記錄起來 那這邊看一下 就是還是稍微動,然後 然後再套上我上一集所教的就是 關鍵針就是 頭跟尾,然後在中間再打一個 然後再以遲類推下去,這樣會比較有效率 好,那高斯魔物我介紹完 我介紹下一個 這個Present 也是大家目前很愛用的東西 但這個看起來就是有點陽春了啦 這個就是不要濫用的太多 就需要就好 或是有時候 你的鏡頭想要做出一點老鏡頭的感覺 就是有一些色散,就可以用這個 好,那下一個Color 那這邊呢,這個ColorBoard就是 調色的功能 就會在這裡叫出來了 那也平時呢,你其實也可以不用到這裡找 你可以按一下Command加6 那這邊也可以找到 然後這邊有ColorBoard,然後有 我記得我在FinalColorBoard 7的時候 是只有這個Board可以用 沒有下面這個色輪啊,然後曲線啊 然後或者是Hue Saturation Curves 這三個工具都非常好用 然後我會在之後調色 會再做更詳細的說明 好,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很讚的 就可能這種Colorize 就突然就是很 有一點Metal的感覺 你今天YouTuber好了 然後可能就是會突然加一些 可能這一秒看起來正常 下一秒你想要讓它做出很瘋狂 然後重金屬的那個感覺 然後再加上 就可以套用這個紅色的效果 然後可能讓它漸變的方式 然後再加上一些Shake的效果 就可以讓你的畫面 嗯...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的陽春 雖然說這個特效也被用爛了 那我就一一介紹基礎的啦 然後這邊有Custom Lots 就是你可以套Lots 你可以套一些網路上的風格Lots 然後或者是原廠的官方Lots 那這個Lots呢 之後我也會再調色的時候 會再去做介紹 那這邊都有啊 Hue Saturation 這其實都是在按Command 6就會有的東西 好那我們就到下一個 然後這個Preset呢 就是有點像是風格Lots的一種 就是這邊它已經幫你 調好各種參數 然後你如果有喜歡的話 就可以直接加上去 然後這個就是卡通的效果 然後Distortion 這個也是一些些 蠻好玩的東西 就是像這種魚眼 然後地震 也是YouTuber很愛的 然後還有這種夏天很熱的感覺 然後還有鏡像 也很愛 有些嘻哈 在早期的嘻哈錄影帶 很常會用這個東西 然後還有昆蟲的眼睛 蒼蠅的 然後Trail 就是這個脫尾效果 就是有點類似PR的Echo 然後你可以去調整它的時間參數 然後就可以去做出更不一樣的感覺 我看一下 好 隨便 只是會有點脫尾這樣子 這也是CIMV很愛用的 然後還有模擬水下的畫面 CIMV也滿愛用這個 然後還有下雨天 車窗的感覺 然後跟Wave 這個PR也有 但是PR的Wave有很多的東西可以玩 然後Final Cut的Wave就只有這兩個參數 所以我才會覺得Final Cut的效果 還是輸給PR非常多 但是如果說是要比電影的初剪 電影的簡潔 我是覺得用Final Cut就是非常的足夠 而且很好用 然後這個就是很多人常用的 Keyn就是 綠key 就是那個叫什麼 色度鍵 它有 摳顏色的 就是它現在應該是把我的白牆摳掉 然後另外一個Luma Key 就是 就是明亮的 去控... 你Keyr就是去控制你的顏色 那Luma Keyr就是去控制你的明亮 它可能你可以選擇說把畫面的暗部 多少 以下的暗部全部去除 或是多少以上亮部全部去除 那Luma Keyr很常會用在就是 今天當你出門的時候 然後你的相機可能忘了帶ND濾鏡 然後什麼的 然後你會希望你的人的臉是曝光正常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犧牲了你的天空 那你的天空這時候可能會是過曝的 你就用Luma Keyr 然後把過曝的地方給取消掉 然後再重新Key上一個天空的背景上去 但是 這個比較適合是定卡的時候可以這樣用 如果說你今天是攝影機會做晃動的時候呢 那我會建議你到AE去做 那AE的話呢 你只要在YouTube上搜尋Sky 然後Replacement 然後後面寫一個AE 就有一大堆的教學 這個都是很基礎的合成 但是你會這些呢 就可以跟只會剪接的人做出一點分別啦 也不是說不好 但是就是你今天做自媒體啊 然後這種比較多元的 然後你有給一個人自己去分工 你沒有多少錢可以去外包給特效公司 那我會建議你可以把這些全部都學起來 好那下面這個Lights也是 YouTube很愛玩的 我記得就是 當你有一些愛情的 就是突然有一刻就是 像黑男好了 就突然可能會 下一秒就會進入什麼 什麼戀愛感覺這種東西啊 就可能你就可以下這種 人工的Bokeh 然後或者就是Bokeh的這種Raden 這種 就你可以不用去網路上找 素材 就直接在這裡套用就好 對這個很好玩 可以去找找看 然後這種閃來閃去的啊 然後這個Strix就是模擬那個 啊我這邊沒有亮 沒有燈光 我看一下這個可以 啊這一個 它這個有點像是 那種 Enamorphic的鏡頭 就是它會讓你的 光有一點拉絲這樣 就是術語就叫拉絲 然後你就可以去這邊 調整它的一些東西 但這個也是挺陽春的啦 如果可以的話呢 也可以是用AE的光暈插件去做 然後或者是你就真的去買一顆電影鏡頭來用 好然後這 Look這個就 也沒啥 很愛用的 Tier & Orange 然後還有X光效果 高科技 然後夜視鏡 然後Memory 就可以一個一個自己去玩玩看 好然後這個Mask呢就是 我在上一集也有講了 就是你可以去畫遮罩 然後或者是可以用這個 Image Mask 就是依照你那個圖片的樣子 然後去做反轉 或者是不反轉 然後就去做出那個圖案的畫面出來 然後還有這個也很愛用的就是 暗角去模擬出暗角畫面 小 對就是可以去模擬出暗角畫面 然後這個參數你要自己去設定 因為怕有時候設定會有點假假的 好然後這個呢就是 報紙 類似報紙的材質 然後還有監視器的效果 然後這邊就有Add Noise Add Noise可以用在 像現在的都是數位攝影機的時代 那通常數位攝影機的噪點 其實也會相對於之前的那些底片好少 因為現在的感光元件更好了 然後以及ISO也可以更高了 但這樣子就會有一種電視感 就是會看起來乾乾淨淨 好像就是在看電視的那些戲劇一樣 但是電影的話 其實大家還是多半會希望畫面是有一些噪點在的 因為有時候你的畫面如果太無聊的話 然後又非常的乾淨的話 你都可以透過增加一些噪點 然後讓你的畫面看起來不像一張照片 而有一點 生動嗎 不知道怎麼講 好然後這個就是 之前的那種八厘米啊 或者是 就是底片的樣子 然後可能他已經放了好幾年的底片 然後壞掉了 就會有這個效果出現 然後壞掉電視 然後泛黃的紙張的樣子 然後或者是Canco的 這也是YouTube很愛的 就是可能突然間在採訪 然後採訪到的時候突然很NG之類的 或者是有突發狀況 這個時候可能他就會切到Canco的這個效果 然後去模擬出 就是有突發狀況產生 然後跟前面的地方做出一點區隔 然後卡通話 這些就沒什麼 燒過的感覺 然後這個就是底片的噪點 這個add noise 可能是類似數位的噪點 然後這個firm grain就是底片的噪點 這邊就慢慢去玩 慢慢找 然後像這種啊 之前的那種裂屏式的對焦的那種底片相機 很好玩 然後超級8mm的這種 這裡也有模擬暗角 多行 那我們再找下一個 好這一個就是萬花筒的特效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也很類似萬花筒的特效 但是我不知道它實際上要怎麼講 就是它可以模... 有點像Mirror的感覺啦 前面那個Mirror 然後這個perspective tile 就是有點3D的方式 就是將你的照片然後打成血的 就可以讓你做出一點假3D的感覺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做婚禮的 換人片啊什麼的 就會蠻喜歡用這個東西 然後或者是tile 就是... 有時候有些效果會需要用到tile 但是這個就是... 好幾個例子喔 就是Zin印的時候 你Zin印的時候 你Zin印尊到 你的畫面就只有那麼... 中間那一格 你這樣去做Zin印尊到的時候呢 很容易會有黑邊的產生 那這時候你可以加tile 讓你的... 一格的旁邊再延伸幾格 幾格出來 那這樣你去做Zin印尊到的時候呢 就比較不會有黑邊的產生 好然後這個就是Echo 這個跟前面的Trail就有點類似 只是說這個Echo 可能是更接近PR的Echo一點 然後Universe這些我就不介紹 然後聲音這些呢 我也就不介紹了 因為就這些就可以自己去玩 可能就Echo的東西嘛 然後或者是類似變聲器 然後... 那個EQ等化器的這些東西 然後... 或者是這種製造空間感的 啊製造空間感的 這個也很常會用 就是你有時候可能... 需要有一種... 就是VoiceOver 就像是旁白 然後好像是有一種回響的感覺 那這時候就可以來加... 這些效果 像什麼... Large Room啊 然後Small Room 然後Medium Room 這些 就看你的需求 好... 然後這個就是... 也是變聲器的一種 就是可以有一些機器人 然後... 可愛的東西啊 然後外星人 好... 那效果的部分 我就介紹到這邊 那這邊我要換介紹轉場 轉場的話呢 就是按下Ctrl-Cmd-5 就可以叫做Transition來 Transition就是轉場的意思 再關掉 打開 Ctrl-Cmd-5 關掉打開 關掉打開 好... 那這邊我也只介紹 那個圓 內建的而已 內建的插件而已 因為我主要 Final Cut是拿來處理一些比較小的案子啊 如果是... 我如果是自己 在外面接的MV的話 我就會用PR 然後再搭配AE去做動態連結 因為Final Cut現在跟Motion也沒有動態連結 所以我其實覺得挺麻煩的 而且Motion網路上資源也很少 所以我就沒有花時間去學Motion 都是花時間在學AE 那我就先介紹這些 嗯...這個就很簡單 轉場這邊就是 它跟效果很像 它就只是 效果的一種延伸 就是 讓你的兩部影片可以做一個接點 你可能效果是for一部影片 for一個片段 但是轉場就是 拿那個效果 for兩個片段 所以基本上他們的術語名稱都會很像 那我這邊就 就直接隨便套一個看看 我看一下喔 嗯...這個 Fresh Fresh 按comment加上加號放大 好 然後我們可以播放一次看看 啊...我教一下溶結的好了 我拿溶結來舉例 溶結我記得是Cross Dissolve 就是大家很愛用的 就是一個場景 然後溶結到下一個場景 那...這個就是不能用太多 因為有時候用太多會很業餘 就是你可以用的就是用在 要很剛好的地方 然後... 這你就要自己去體會然後多看電影 就是你會發現有些電影 用溶結反而不會出戲 就是很剛好 可能可以剛剛好表達時間的一個過度啊 之類的 好...那我這邊就播放一次看看 那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太突然了 太快了 那我們可以選擇拉長它 然後讓它慢慢的溶結過去 而且它的溶結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也會順便幫你的聲音也做溶結 然後這裡 右上角這邊啊 預設通常都會是video 那你可以在這邊更改 因為... 你更改一些些參數之後啊 會讓你溶結跟沒有溶結 看起來更不一樣 因為你這個的溶結 單純只是透明度的去變換 那這邊就有很多種變化可以用 你就可以用這些 然後去玩玩看哪一個是最適合你的 那這個時候我要來說明一下 就是有時候 你可能會發現轉場的特效會接不上去 就是你會發現說放上去之後 產生一個... 警示的...圖案 我來示範一個 我把它縮短一點 好這個時候你看我放轉場上去 它這也是不給我放的 你如果放在這個地方它可以 但是這個地方它卻不行 那原因就是因為你前面片段沒有更長的畫面 讓它去做轉場 還記得就是我在第二集的時候 我就講說 你在兩個片段中間點 然後點兩下就會產生精準剪輯 你在轉場這邊也可以 點兩下它就會打開 好那這個時候呢你就會發現 轉場的部分啊 那就是這兩塊會去做轉場 可是你要對 為這裡保留一個空間出來 你看這裡要一個空間出來 可是你放在這裡的時候呢 就沒有空間啦 你看你把這個東西等筆也放到這 可是你還少這一塊 所以說你就要把你前面的長度給拉短 你看放開 然後它就產生這個 它這個意思就是沒有足夠長的片段 然後可以去充建一個轉場 那我們就...你可以直接讓它強制充一個轉場 對 那有沒有看到你的 前面的時間被縮短了 因為它就是為了要製造這個空間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怕說 一直靠那個提示裡面很煩 那你可以自己下意識的 下意識的知道說 喔這個地方太短了 那我把它縮短一點 然後再加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就是轉場可能比較常見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呢 我要換交這個 複製鐵廠這個東西 我先打到comman5 打開效果面板 好 然後把它拉到最強 拉到最強 然後再加 Colorize 再加這個卡通效果 好 那這個時候啊 你可能已經做好了一個 你覺得這個 特效你很喜歡 那你就可以直接 comman加C 複製 comman加C 然後到你想要貼上片段 可能前面這個 然後 shift comman加V 這時候你就會打開這個 複製的這個 attributes 這個東西 這邊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貼上哪些 那fx這邊我都勾了 然後你也可以去 貼上transform也可以 假設說你今天想要把你所有的影片統一 放到50% 那你就可以直接 transform這個也勾 但是為什麼這邊沒有幫我們勾呢 那就是因為 你上一個複製的片段 你是沒有去動它的那個 變化參數的 你只有動它效果參數 所以它只會勾這個地方 那你就可以按一下paste 它就自動貼上了 這也算是一個小技巧 好 那我這邊的教學 就 教到這邊 那我們 第六集見 掰掰